今年金鼎奖图书设计奖的作品 是一本介绍台东宫东高宫的书 书名叫做宫东的教堂 这本书描述了一群白冷教会的神父们 如何在台东创立学校 为了花冬的孩子奉献一辈子的故事 学校里有一栋非常漂亮的教堂 从事书籍装针超过二十年的杨启逊 他将教堂里的清水魔建筑 还有窗框彩获玻璃等等建筑元素 全部融合在书本设计上 堪称是今年度最漂亮的书 我是杨启逊 我的工作是平面设计 参与过上千年本的装正设计 书籍装正设计的工作已做超过二十年 在家接案加上满档的工作排程 平时的杨启逊其实有点宅 为工作出远门 宫东的教堂是唯一的一次 三年前一个端午节的假期 就跟着他带着太太一起去台东 然后跟他走了一趟宫东的教堂 我觉得真的在实际上 在设计这本书的时候帮助很大 有实际去看过这间教堂长什么样子 真的是注意蛮多的 被教堂之妹所震撼的杨启逊 不只是把美美的照片放在封面 因为它算是一个清水魔一个建筑 用这个灰纸的这个算是一个表卡 对然后来模拟这个清水魔的这个构造 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最重要的灵魂人物 神父西直平 我就刚好把它运用在这个封面上 因为刚好我有照着他的建筑蓝图 来配置这个封面这些小孔 然后想说一定要有一个主视觉 就要把这个习治平神父的照片 来衬托在这个封面里 就连当年神父重病返回瑞士旧医时 写给学生的爱也藏进书里 刚好文章有提到习治平在讲这段往事的时候 就有设定一个 当初他写给学生一个信封 我们就把它封面先做成这个信封的样子 然后打开才是当年 那个习治平神父写给学生的信 我觉得这个让读者看到应该会 应该也会深受感动吧 教堂的大门也能在书里亲手拉开 他实际进入教堂里面这个空间的时候 我们就来安排 实际的门打开的一个形状 然后再来 做一个左右散开的拉业 让人家看到这个教堂这样一打开 门就是这个样子 看能不能让读者有一种震慑住的感觉 低调简约却看得见细腻的情感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杨启迅的作品 总能吸引评审的目光 2012年以念旧一书 拿下台湾书籍设计大奖金叠奖 杨启迅以后卡纸呈现旧家具 兼顾的质感 还有二手旧货的精神 制式化的条码也能有所不同 后来想说 好 就来把一些特殊的款式的椅子的外形 来跟这个条码做结合 让它是不是有点 像是吊着这椅子在展示的感觉 近期的作品之一 作家的书房低调但哑中 紧扣着书本内容的主要精神 因为它是有报道的22位作家的书房 想说我们就让他们 这些作家的名字用打凸的方式 隐隐约约的出现在这个方面上 然后实际上读者去触摸 才能感受到这些作者 是有刻画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上 主视觉则有着他对作家书房的想象 作家他们最重要的工具盆就是书桌 对 然后因为这里面有22位作家 他们的书房 他们的住所可能坐立在倒田旁 然后是一个 或许是一个有一个大树的房子 我就想说是不是有一个书桌 可以降临在一个像是一个书本 然后是周遭是有倒田旁跟大树的空间 平时多半透过逛书店 还有翻阅日本杂志汲取创作灵感 而两只领养的爱犬 也是他创作路上的重要战友 我觉得真的做不出来的话 真的就把工作丢下来 像我又有两只可爱的柴犬 我就像是固定时间带他们出一丢狗 我觉得把工作丢开 给他们做什么这样 回来再面对工作应该会好好的 如今还和他一起登上工作室的 主视觉设计 因为对杨启迅来说 他们的相伴得以让每一次的作品 都像是一场完美演出